就知道有這個問題 他不去規定的時候 你也可以說他違憲 對不對 但是現在不是啊 現在同性同性這個議題是 後來 如果從看各國的發展 應該是在1970年之後 才有所謂同性的這個議題的出現 大概1970年代的後期 但是民法在1930年就制定了 所以如果你以說 後來因為產生了新的社會問題或現象 需求 那你去講說 哇50年前訂的民法沒有規定到 所以他違憲 那這個其實坦白講的就是什麼你知道嗎 就用清朝的劍去砍明朝的官啊 你有沒有覺得有沒有像這樣 你用清朝的劍去砍明朝的官啊 所以他其實問題的核心就在這裡 好 那我們如果說這把清朝的劍應該要發揮作用 那到底應該怎麼讓他發揮 其實這個才是 同志團體他們要去思考的啦 那這樣講什麼 也就是說 到底現在是你們認為立法不足嗎 也就因為社會的發展 所以他立法不足 好那我們怎麼樣來處理他 這樣就在這什麼 那處理的方式當然很多種啊 那我們如果參考各國這樣的一個 制度經驗來看 200個 假如現在大概200左右的國家 只有38個國家有去面對這個問題 那是表示說什麼 他不是一個國際上認定應該要保障的基本人權 也就是說他不是一個普遍的基礎 但是呢大概整個國際法上面都認為說 你們要不要要怎麼保障 你們自己去規定 他沒有所謂歧視或違憲的問題 只是說你們要怎麼保障 你們就 那為什麼他會這樣規定 就是各國的國情